本地高手耿向华 从他前期回鱼的手法来看 真心没有亏对他京城鬼手的名号 四鱼 飞鱼 接鱼 谢鱼 用两个词形容最为贴切 精准 迅速 技术动作一气呵成 飞鱼 磕鱼 行云流水 基鱼飞科技术要领很简单 就是你刺鱼要有控鱼的环节 要有二次发力的环节 你刺完以后用你的臂胆 用你的臂胆去控制鱼回来的速度 你这个回鱼的速度太快 你会抓这个线路你不确定的话 或者鱼跳跃 你会抓不住这个鱼 抓不住这个子线会勾到手 第一是你半大臂抬杆 抬杆以后你根据 你如果鱼你感觉鱼速回速快 你可以往前去送杆 有一个举手顶杆子的动作 你给它一个反多用力它会减速 这个鱼减速以后你就很快就能控制住这个鱼的左右的摆向 还有你能看见回鱼的线路 你就能伸手去接住这个紫线 我自己认为啊 就是鱼你这个飞科的杆子要硬的话 你第一下刺鱼是很关键的 你一下把鱼打蒙 在中层的时候你把鱼的身体捋成直的 你打回来以后它不是老实 你去接的时候那很好接 你看如果是一下刺鱼这一下 没有把这鱼控制住 这鱼回来出水以后 它还在翻身跳跃 那个掉头 它的左右 你的手掌就这么大吗 控制不了 对 你控制不了 你抓不住紫线 你肯定就不好动 你肯定就好 感谢观看